谢娜跟李小冉12年的友谊情一直被网友们关注着 据悉谢娜当年还是个北漂时 因为手头结局常常要到李小冉家借宿 而每次到李小冉家 谢娜都会享受到贵宾般的款待 而除了在李小冉家白吃白住 李小冉还经常拿自己的衣服给谢娜穿 因此谢娜曾多次表示 李小冉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 但多年后谢娜走红 成为湖南台的当家一姐 而感情坎坷的李小冉终于找到真命天子时 谢娜却缺席了她的婚礼 因此不少网友质疑谢娜 走红后就翻脸不认人 不过李小冉生日时 谢娜是爱照送祝福 照片中身着白衣的李小冉 依偎在谢娜肩上 所有的不可传闻都不攻自破 2018年2月1日 谢娜为张杰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半个娱乐圈都送来了祝福 但李小冉表示自己到现在 都还没见过两个小宝宝 但是可爱的小衣服买了不少 不久后就会去看一看 不久后就会去看一看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